2022年3月1日 今天是我這裡的星期一 現在在報全世界大部份是星期日的資料 所以數字會比較小 現在全世界總共的確診數目是 4億3708萬9千多 增加了110萬1千7百多 死亡增加了5千7百多 去到597萬5千0多 今天最多的新增確診的地方是 韓國13萬9千多 他們死亡114人 俄羅斯增加了10萬6千9百多 死亡733人 今天兩個國家的確診數目超過了10萬 德國95千多 死亡118人 越南94千多 死亡108人 土耳其是6萬4千多 213人 日本6萬3千多 6萬3千7百多 176人 香港排上來 今天排第七 增加了3萬4千4百多六個 死亡增加了15個人 美國增加了3萬2千9百多 死亡7百10人 香港爬了美國 台灣以每日新增確診數目來計 荷蘭增加了2萬8千8百多 英國2萬7千多 印度尼西亞2萬5千多 多一點 262人死 馬來西亞2萬3千多 75人死 泰國2萬2千3百多 奧地利2萬2百多 巴西1萬9千5百多 248人死 澳洲1萬9千多 智利1萬8千多 153人死 意大利1萬7千9百多 200人死 希臘1萬6千2百多 75人死 以色列1萬6千060幾 72人死 丹麥1萬5千7百多 新西蘭1萬4千6百多 新加坡1萬3千5百多 法國1萬3千4百80幾 232人死 伊朗1萬9百多 200幾人死 納威尼1萬3百90幾 今天有26個國家 多於1萬 匈牙利8千3百多 新增確診 死亡 將近200人 若旦8千2個新增確診 印度6千9百多 新增確診 211人死 我們看看其他地方 比如加拿大 5千9百多 新增確診 65人死 羅馬尼4千7百多 新增確診 57人死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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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千5百多 新增確診 72人死 保加利亞 2千7百5百多 新增確診 99人死 下面還有沒有 確診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 增加了1千8百多 74人死 秘魯 秘魯三千多萬 這個國家 增加了996 差4.1000 死亡人數 134 菲律賓 951個新增確診 50人死 南非 昨天不記得 南非 今天出來 785個新增確診 183人死 低 低 多元 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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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